Hello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今天来教大家如何解决手机或者是平板 无法登录Google Meet的问题 最近在群主发现许多老师或者是家长 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手机和平板无法登录Google Meet 所以我马上把自己的手机设定成和他们一样 无法登录 不管是你使用Google Meet的link 还是点击Google Meet输入Meeting Code 都一样,显示无法登录 其实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因为手机没有设定解锁密码 所以触犯了安全条例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就必须设定解锁密码 可以是密码、pattern或者是指纹 去到setting 根据自己的手机找出荧幕锁定的设定 我的是在这里 然后输入密码 通常这样问题就解决 如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的话 我们就必须做第二个步骤 就是去到Play Store 搜索Device Policy 然后下载Google AppsDevice Policy 安装过后打开 点击Next 然后按Activate 然后按Enforce 好,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回到WhatsApp 点击Google Meet的link 答案,问题解决 我们成功登录Google Meet 如果大家喜欢这影片 请点个赞 如果大家还没有订阅 请订阅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